说到齐白石时,相信很多人都立即来了精神,他是我国现代特别著名的画家,齐白石特别善于观察,画花草树木动物都特别出色,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地位,每幅画作都能卖到很多钱,这不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,齐白石画的一幅没脸见人,没有虎头的老虎画像近价值三千两百万,人们都感到特别不解,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专家将其放大十倍之后再看看,终于发现其中暗藏玄机,这幅画卖到千万天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。 根据我们的了解,齐白石老先生画的这幅画名字叫做虎,只不过这只老虎是背对我们的,我们只能看到老虎的身子,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老虎的脸,这与其他画家所画的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,但这样的画卖出三千两百万的高价, 人们还是感到特别不解。专家们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件事情,要用放大镜将这幅画放大了十倍。 放大十倍后,我们能清楚地看到,虽然齐白石老先生画这幅画时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,但这幅画还是特别有气势的, 就算是放大十倍,也没有任何破绽,而且这只老虎看起来特别有力,完全不像八十多岁的人画出来的。 虽然这只老虎是背对着我们的,但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它有一种王者的气息。 虽然这幅画是静态的,但我们总能感觉到这只老虎是特别生动的,它会随时活跃起来。